过来人告诉你 一个人晚年过得好坏 其实在人生五十岁左右就注定了 五十岁是人生一道分水岭 正是处于上有老需要赡养 下有小需要扶持 自己的身体日益下降 积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也会在这个年岁花得差不多了 如今网络里有个词叫内卷 年轻人三十五岁就到了中年危机 何况五十岁左右的中老年人了 能够保住目前的岗位 能够坚持到退休 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为啥会有这样的呢 一是人才年轻化发展 二是资源少 自动化先进的设备多了 需要的人力少了 再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 被网购挤兑的不少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生存的成本越来越大 人们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 社会的老年化日益加剧 也是危机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有人终其一生 也是在温暖问题上打拼 而有些人却可以平安顺遂的 安享晚年的幸福 社区里72岁的宋大爷说 50岁左右 其实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拐点 如果在这个拐点处能够拐好了 余生的路就会顺遂而过 若这个点没有拐对 那么晚景的日子不堪设想 过来人告诉你 一个人晚年的日子过得好坏 其实跟50岁左右的选择有关 我们来听听72岁的宋大爷是如何过来的 也许会给走在老去路上的人一些启示吧 1.晚年的生活取决于50岁左右的选择 我今年72岁了 如今的晚年生活很好 居住三居室的电梯房 每月有6000多的退休金 老伴也身体不错 每月有4000多的退休金 我家独生儿子在省会城市工作成家 孙子和孙女都已经独出中了 儿子一家的生活也还不错 有房有车无贷款 这让我省了很多的心 有时我也会想 我如今的晚年生活如此不错 真的就是取决于我52岁那年 我们企业买断公灵时的选择 当初我这个岁数的老工人 大多数都买断公灵 拿着13、4万块钱回家养老了 而我当时觉得 生命里的任何劫难都要有人烫过 就坚定信心跟随企业共存亡 两年后我们单位跟外资合营 我们职工手里有了原始股份 工资也比以前翻了一倍 而且节假日的加班也特别正规 该给多少都会遵循法规办事 也是在那几年里 我挣到了晚年的养老钱 还给儿子在省会全款买了婚房 自己也在市区里买了三居室的电梯房 虽然我们退休了12年 但每年的分红却是一笔不小数目 如今我和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 加每年的分红 年收入也过20万了 对于老年人来说 这是巨款 二 晚年的危机要早些知道 并未与筹谋做准备 曾广闲闻有言 闹市赚钱 静处安身 来如风雨 去似微尘 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里挣钱 只为在年老时安享受生活 来去匆匆 我们就是沉间的毅力尘埃般渺小 有人曾说 没有谁的人生是顺理成章一蹴而就 晚年的生活也不会跳过年轻时的打拼 而想法美好 幸福的晚景不好 凭空而来 也是跟我们自己的认知和选择息息相关 当年我们一个班组的几个老伙计 到我这个年岁的还有半数以上 我们三个当年没有买断功龄的老家伙 真的是掉到了福窝 不仅退休金比买断的高 就是如今的生活也比买断的要富裕些 当年也有人劝说我们三个买断功龄 用年老眼花 用你有一技之长 拿钱还可以再闯一番天地诱惑 可我们那时就明白了晚年的危机 往往就在于中年时期的选择和决策上 我们是有技师的资格证书 可随着社会进步 科技发展 自动化越来越先进 我们这波老技师 早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了 为了晚年的安稳 只能赌一把 跟着大部队走 别人吃肉 我们能够喝到汤 也能够存活下来 50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是人生的重要拐点 方向拐对了 晚年就会过得好些 若在这个拐点选择错了方向 或者下错了抉择 晚景的凄凉也是避免不了的 三 50岁左右若遭遇这些 晚年会过得比较凄凉 首先是健康问题 不怕死 就怕久病 50岁左右若一下子没了 也是一种解脱 若身体出现了各种毛病 不仅挣不到养老钱 还要连累子女 拖累他们的生活水平 有个老伙计 56岁突发脑梗 抢救的及时 一条腿有些小毛病 但还能自理 不能够再上班了 不得不早早地办理了提前病退 退休金少得可不少一星半点 人到晚年 不是所有人都有充足的养老钱续命 很多人还是很拮据的 其次是 50岁左右积蓄不多 却还要面对子女成家 父母养病 钱对于人到中老年人来说 那是此时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子女成家需要你资助 父母生病需要你出钱看病 护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 若自己身体不好 再没有多少积蓄 到了晚年 家庭琐碎产生 各种矛盾产生 晚年才能够获得舒畅 所以说 50岁左右就要学会 未与筹谋的为晚年做准备 一是锻炼身体 二是健康 二是 不要去做无畏的人脉种 踏实地去挣钱 才是最好的选择 四 人过50岁就要学会低配生活 人老了 若是身体不好 再没有钱 说句不好听的 连身边的亲人都会嫌弃你 比是你 不要觉得人家没有人性 没有亲情 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谁也改变不了 我觉得 人到50岁后 就要学会低标准生活 也就是现在网络的名词 低配生活 不要奢望太多太高 过一种简单简朴的生活 降低自己对物质的欲望 把日子过得平稳些就好 平时的时候 多节省点养老钱 等到了晚年 你手里有钱时 子女需要的时候 你主动给予和他们回来商议 找你化缘要温暖温情的多 晚年的养老需要的资源 来源于你手里的积蓄多少 也就是一分钱一分服务 有钱人的晚年 服务的档次高 没钱人的晚年 只能享受低档次的服务 甚至是没有服务 为啥有钱的老年人容易招引子女 常回家看看呢 话虽不好听 确实现实 也是人性使然 晚年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取决于三个要素 健康的身体 富裕的养老钱 以及温暖的亲情 对于我们普通老人来说 有一定的积蓄 在有每月的退休金 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不出现意外和重大疾病的话 提前过低配生活 那么晚年也会过得不错 不论什么年岁 都要记得王尔德的这句话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知道的确如此 深以为然 生活永远向前 也不会永远顺遂 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未雨筹谋 居微思安 人生的每一步都要把握好 选择好